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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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學費的假面、右面、脊肥和在上面 強硬的壓力,非常強硬的壓力 是使用於強迫人們 要有無法批准的婚姻 和讓一位相伴死亡 我覺得中國政府根本就沒有意識到 激發生育所造成的人權災難 激發生育從來都是錯的 而不是現在不需要搞 是過去就不需要搞 就是激生衛生和激發生育委員會 他們現在就發這種 教人怎麼養孩子教孩子的書 以前那個人有個舉報箱 激發生舉報箱 就是檢舉時又鬥子大 是不是又非法懷孕了 這個就是免費避孕套 還有辦理都是這麼的父母 年老的意識性獎勵 少生還是有獎勵的 是吧 醫務教育小學掛圖 小學教學掛圖 你看他的教孩子們什麼 不是說讓你接養硬水 接養糧食 遵守交流規則 不是這個 他把這個硬水緊張 糧食短缺 環境污染 交流擁擠 都規制於人口的不難成長 你看中國給人的形象就是這樣 人幾人 三月份那個他們就告訴我 就是你不用上課了 這邊是工作單張寫的幾十塊錢 然後那個計算委呢 九月份他給我一個 社會服用費診收決定書 按照我們這個 2009年這個 海南那個人 人均年收入的 九倍 就是24642塊錢 實際上就是發款了 而且這兩個東西對比一對比 放在一起 我覺得很有戲劇效果 那我就當時就想這個走意 我就要發錢 我把自己賣了 拍的視頻的時候 旁邊左右老師 他說我們可以拍到那行不行 我說你愛拍就拍吧 他拍了以後他就搞到網上去了 搞到網上當時 他的微包就已經轉得很厲害了 希望把激發生育早點幹掉 把激發生育幹掉了 我還去教我的名法 我並沒有想跟激發生育 穿鬥一輩子 可是問題是 現在這麼多年下去 他們也不要我上課 然後激發生育 我也反不動了 文章也發不了 博客 微博都給我封掉了 我想這段歷史 不能用那麼墨殺條 應該把這個歷史記錄留下來 這個是又沒人幹 別人又不幹 我也沒看見別人幹 這我就只好幹那件事了 從長期來說 無論是勞動力的短缺 或者是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 對社會經濟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收益率並不是越低越好 然後其實有時候也想說去別的地方 但是沒有身份價沒有辦法 也買不了票 只要重申在這國家 就是內國的公民 但是現在中國還有個戶口 才能認定你是中國國籍的公民 這些情況 就是在中國二十四間沒有戶口 但是這種事情到現在沒有終止 對社會的公民 他們有戶口 我們需要盡量的戶口 人家的戶口 他們有戶口 辦理戶口增記的是應該依 那個公安機關戶口增記的相關規定去辦理 就我父亲拿出床认去派尔所上户口 派尔所就说一个没有 记得把人说变田而不给我上 记生办 给了一个 1993年给了一个5000元的处罚决定书 他这5000元在1993年来说的话 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母亲在哺乳期被开除 就因为剩下我 就是我父亲几十万年的公司 四口人生活 不是不喝是交不给他这个钱的 我孩子九年一无教育 那时间拿多钱买得来 那时间已经过去了 派尔所一直以这个旧阿生意为名 去说这个事情 不顾上午后 但是呢 他又没有法律依据在这 但是呢 又有相关的法律 去说这两个东西 是不应该在一块的 所以他一直没有给我户口的话 我是一直在告他 拍他呀 拍他呀 把那两年都有一次 我说你搁哪放呀 他妈说你看不到 就上我拿锅我也去放你 谢谢你 就比如说像我这种没有户口的人 如果找人家的话 也是说 主要你不能合法 你不能离婚这 因为你没有户口 然后再有人 如果你就是再生小孩了 小孩一样没有户口 我虽然没有上学 我现在在学一些法律 为了我的事情 我们孩子老看着就这法律书 你看这咋好玩呢 就跟图书馆借的 图书馆借书业 我们家孩子是他借一个 他借办一个图书卡的那卡 一个照片 我们孩子都盘上去 到时候就查票不是他本人 都盘我们家孩子都那么 他借不了书 我能上学他上不了 他心里就挺别扭的 我有同学 我也说出去玩 也什么的 或是学校组的活动 他那些羡慕都不行了 自己哪儿也去不了 然后你就一上了班以后 能挣钱了 有时候跟同事出去 也会什么的 他更羡慕了 而且他也挺想工作的 能跟我分担点负担什么的 没人咬他也没法去 所以 挺挺 他挺难受的 他耗着我 耗着我孩子越来越大 耗我身体越来越那什么 不是 等于制裁半天 我们孩子大人 现在我们他父亲 为他这个护好 他父亲都去世了 我天天我就扛着 等两天扛不住 我就夸掐一下 跟他爸一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我自己的生涯当中 我觉得如果是所谓替花外的孩子 基本上真的是很难得到祝福的 其实有区别吗 都是孩子都是怀孕都是生孩子 这是爸爸去妈妈 我爸爸就是一个人跟我妈妈吵架了 所以一个人就不来了 Vicky 当时就是突然发现自己有怀孕 怀他的时候年龄也很大了 如果这个孩子不要 我可能也就不会再有小朋友了 觉得这个孩子既然他已经来了 就应该生下来 我跟他的爸爸分开以后 就是我要做单亲妈妈 妈妈 藏起来也能找到你 有300米行事缓慢 街道嘛 辖区居民他都有档案 他可能会看到 你有孩子而且你已经这样了 你不应该再生 你既然决定要怀他了 你就不希望有一天 突然让人给拉过去强制淫产了 对不对 这个是要买这个档是吗 第一次去给孩子尝试报户口的时候 计生部的人核算了 然后说你这个情况要罚80多万 我不可能说花80多万 我给孩子仅仅就是买一个户口 虽然户口这么重要 但是没有理由的事情 只要他是罚款 不管你的资产有多大 你都会觉得不公平 因为我的孩子我养 不是你政府养 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腰包掏出来的 然后我还要花那么多钱 去买他的出生 这个就本身对所有人都是不公平的 很多东西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就卡在这个事上了 然后你就解决不了 但是我一度真的有想过 我说我带着孩子 我去给孩子上火 他不同意 那大不了我也不活了 孩子也不活就这样 那就是一个学的教训 让你触动一下以后 后人可能会受益 我们这个超生的孩子 他就算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你都不用去排楼所消互 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他就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四月中的时候 大家开始奔走相告 说你家里如果有出生了 但是没有上户口的 这种计划外的孩子 你可以赶紧去上户口了 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上户口的时候 不需要再去审核你的计划生育 这一块了 现在他只有户口的孩子了 你的孩子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通过这些户口来反应的 那确实是很不一样 名正言顺的可以去读公立小学了 都能感觉到特别开心 这是真的 估计正忙的那时候 你想要个妹妹 你想要了妹妹以后 姐姐不陪我玩 会不会像姐姐一样 你要了妹妹 你可能会像姐姐一样 觉得妹妹 五朵金花我都不喜欢 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再生个二十六个 正好 因为姐姐不陪我玩 人不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是挺痛苦的 那样他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去生第三个孩子 我也挺遗憾 那肯定是 怎么会不是呢 怎么不会 怎么会是我造成的呢 他是如果再有几十万的罚款 我们怎么过 进步也还是有这些年 他的进步可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那个希望 这社会可能是因为国家比较大 这个改变起来很慢很困难 要几代人才能变得更理想一点 但对孩子来说不能坐等 然后我们能改变的就是主动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努力 确实没有完美的设备制度 只能有一个开放的设备制度 能够不难地调整就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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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